警务处国安处早前悬红各100万元 通缉8名设为乡 国安法的在逃人士 当中包括时事评论员员工 消息称原的长女原迷望于 今日24日清晨午时自美洛杉矶返港 至早上约10时 她在港岛区被国安处原带走调查 被带走的原迷望咪咪 是原迷昌及原迷的包姐 原迷望跟妹妹原明明合作创办明明生百货 目前是该公司的直董 被悬红通缉的8名人 包括人建峰男 员工仪男 郭凤仪女 郭荣坑男 许峰男 蒙赵达男 刘祖男 罗冠聪男 每人悬红100万元 自8人被通缉后 国安处近期持续采取行动 上420日 国安处人员在港九个地带走两男两女调 分别是通缉犯郭荣坑的父母 兄长郭荣珍及凶 上周28日 人员演制沙田马料水赤泥平村村屋 走前职工盟总干事盟赵达的凶嫂及侄子三人调 此外 本月11日 清晨6时许 国安处人员意到前香港 智创党主席罗冠聪的父母 及兄长 所居住的东义东村两个单位搜查 并带走罗的父母及兄长三 录取口供 了解他们有否向罗冠聪提供经纪员 以及是否作为他在香港的代理人 其后三人录取 公后 已或准离开警署 两日后13日的清晨6时许 国处人员在到前香港众志常委林纯宣 位于西营的寓所搜查并问话 其间并无作出拘捕行动 据案件一语罗冠聪被悬红通缉有关 星岛 调u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融